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准备去走台 记录一下这个演唱会彩排的一些过程 因为毕竟这是跟大家的第一次演唱会 所以就是想记录下来以后看也应该会很有感触吧 然后现在要出发去彩排了 这真的很重 拿着一个板砖一样 直接帮我拿一下 没事没事 我自己来的行 预言还在这儿呢 哎您说 好的好的 你这个想象里面说你的内心 好了从哪边上 这边 他已经上来了 到时候预言你看他有一个那个白色的点点 那个露出天体的兵费 好来 希望准备 来音乐 六五四三二一 他最短张取义的评价 Bur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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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我觉得这颗颗颗颗颗颗颗 好那我们就直接收拾拍 好 我们スタッフ 好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他不是什么时候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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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这么大 大夫老师 你也来了 �约 哈喽大家好 我回来了 看我这个脸上就是稍微有一点汗水 我现在已经那个彩排完那个强威之巅了 然后现在等大家采完自己的部分 再一起去和一下舞蹈 然后和一下大家一起的团体的舞蹈 然后现在就是稍微吃一点东西 我刚才去了一下这边的超市 然后我发现一个非常好吃的东西 就是烤红薯和那里面的玉米 其实一直都知道玉米 就是在便利店的玉米很好吃 然后今天就是突然发现了烤红薯 也非常的好吃 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会买那种 在大街上的烤红薯 小的时候总会有那种 或者是庙会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但是现在真的没有了很少了 就是买不到了已经 就是很小的时候会有那种 就是在一个大炉里面的一个烤红薯 现在没了 但是我今天发现了一个也很好吃的烤红薯 就在便利店里面 你们可以去便利店尝试一下 真不错 然后我现在就是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一会儿准备继续去排了 我们现在准备排列了 要麦克风 哈啰我现在已经回来了 今天已经彩排完完完完完几样了 我感觉我现在脑子不太好用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敷了个发膜 敷了个面膜 然后今天要早一点睡一觉 洗个澡赶紧收拾收拾 然后明天要再按起来化妆 然后正式的开始戴妆彩排 然后今天的一天就结束了 希望演唱会成功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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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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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